2021年妈妈舞台上 1&1的出场拉回了无数KPOP粉丝的回忆 最近韩网就有粉丝 扒出了成员出场顺序背后的秘密 再次刺激了所有粉丝的类线 大荧幕上第一个浮现的是江南尼尔 因为江韩文是歌发音 所有人都以为韩文字幕顺序 然而浮现的第二个名字却是影之声 既不是韩文字幕顺序 也不是官方对象顺序 甚至都不是produce1&1的最后排名顺序 而是解散演唱会成员们推厂顺序的逆排 解散演唱会上 万诺万按照从两边开始 逐于离开的顺序退场 当时的顺序是赖冠林 黄敏炫 光胜佑 朴佑震 朴志迅 金再换 李大辉 何成云 裴真影 影之胜 江丹尼尔 当时舞台上只剩下江丹尼尔艺人 面对粉丝痛苦不止的场景 还历历在目 是无数粉丝无法忘却的惨痛回忆 而今年的妈妈颁奖礼上 大荧幕出现的名字顺序则是 江丹尼尔 影之胜 裴真影 何成云 李大辉 金再换 朴志迅 朴佑震 汪生佑 黄敏炫 并用磁带刀带的方式 慢慢填补每个人的位置 连整体镜头里 摄影师都有很贴心的在留下了 赖冠林的位置 那为何用磁带呢 因为那是弯弯弯的标志 同时 解散界场会最后一首歌 Beautiful Part 2的前奏 是磁带刀带的声音 就连妈妈舞台上出现的磁带颜色 都是春风时期的蓝灰色 每一个细节都在呼应 弯弯顶盛时期 看到节目组的细心 深藏在弯弯粉丝 内心深处的泪点 是不是被戳中了呢 欢迎留言 爱到韩语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